全油管最快新闻,2023年12月15日,海报新闻推出年中特别策划,回望2023系列报道,聚焦今年的热点事件与新闻人物。 其中一位主题人物是小谢,一名家暴幸存者。 小谢在今年经历了连续多次的家暴,甚至被丈夫用热锅砸伤。 他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家暴的经历,并希望能将丈夫定罪判死刑。 今年7月,小谢的案件被移交至检察机关。 5个月后,他获悉案件将于年底前移送法院起诉。 小谢目前仍在休养中,但仍然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影响。 家暴问题再次引发公众关注,社会对此应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新闻及时,正好。 热销 三小西架原意证明。